我说在中国没有监控 天哪 我说那那那 你这两年那个监控已经发展到 十米二十米一个 就是随时你都感觉是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你 可能一个电桩下抽烟 他自己也不知道 一会儿手机那个微信就过来了 什么公共什么吸烟 他说他怎么知道我在 真的他不说我们都不敢相信 怎么可能 但是很多人他会觉得这是一种安全感 那么多摄像头真好多安全呀 他那说出来的话就是 你不做贼你干嘛心虚呀 很多人已经到那种扭曲的那个程度 他已经不知道怎么样是真正的保护自己 谁是在真正的是在保护你 香港很多反正中 很多事件当中 大陆的人很不理解 觉得你香港 你干嘛非要去争取那个自由呀 你们怎么就不自由了 你看我们中国 我们觉得我们挺好的挺自由的 你想吃什么吃什么 现在也有钱了 想买什么买什么 他们买不起的 我们都买得起 我是在那个社会下长大过来的 当你跟他的制度不违反他的时候 你确实感觉还挺不错的 但是如果一旦碰到你有信仰 被拆迁 一些医疗事故的 包括孩子上学等等等等的 一系列的民生问题的时候 你要想去争取你的权利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就知道了 什么是自由 什么是民主 没有 你涉及不到的时候 你会觉得真的挺好 但是一旦涉及到这些的时候 中国人才会思考 你说中国文化那么深远的 离仪之邦 但是中国人做出的很多事情 真的很丢脸 外国人 西方人瞧不起中国人 其实中国人自己 你也瞧不起他 那天我在街上听到一个中国人 还说的是 巴不得这个病毒 再厉害一点 再严重一些 多死点人才好 政府就可以给我们发钱了 就可以多发钱 很多中国人 他已经失去了 你说他没人性呢 好像觉得严重了一点 他也知道这个制度好 他在美国这边 当然他也抓到这个制度的一些空子 但是